近年来,美国已经将自己的战略目标移向了中国,甚至将我国称为其霸权路上的绊脚石,特别是在2010年后,中国进入全面飞速发展之后,美国更是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想要遏制我国的发展势头,这种争锋和交涉即便是远在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们也都能看出来。 而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来说,美国的认同政治又不得不让他们思考两者的差异性和实力对比,而这点在经过时间的流逝后也已经有了初步的看法,以史未尽,可以知心涕,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 欢迎订阅匠新历史 对于纸面上的实力,美国如今仍然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这不仅是出于其恐怖的军事储备,更是在其以往堪称豪华的战果中衬托出来的,毕竟追溯到上个世纪时,彼时的美国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是结束冷战的单级强国,我们都能了解苏联的军事实力之恐怖。 加以猜测,也能大概明白美国的难缠,更不用说在世纪末时,美国又借助海湾战争,让世界各国重新想起了当初美国的超然实力,更是让很多国家意识到现代战争中海军的重要性。 这也是为何北约这么多年依旧存在的根本原因,但是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如今正在不断走向下坡路,其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在进入新时代后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2002年时,我国的GDP甚至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再看如今,两国之间已经相差无几了。 这也是美国忌惮我国发展速度的原因,而在现代战争中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海湾战争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以闪电战的形式迅速结束战争,以军事火力压制对方迅速夺取胜利。 这是美国从前最擅长使用的战术,也是其一直现有敌手的王牌策略。 因为对于当初的世界环境而言,美国完全是一超绝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是碾压的存在,所以他们可以毫无忌惮地使用这项战略。 但是现在不行了,无论是之前爆发的俄乌战争,还是后来逐渐兴起的中东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力所不及。 其中美国为首的北约被俄罗斯硬生生拖进了两年战争之久,后来的中东战争更是陷入了停战和反美呼声,更不用说。 后来的红海局势至今都没有解决,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更多的进展,种种迹象都能展现出美国如今的乏力和狼狈,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如今的美国已经大不如从前根本无法支撑自己进行多线作战。 而这种战争也是大国之间出现的主流战争模式,也就是消耗战。 对于现代战争来说,战争打的就是生产力,工业的生产会直接性地决定战争的走向,没了北约支持的乌克兰迅速捉襟见肘,不仅交通枢纽被俄罗斯占领,战争天平也迅速偏移。 俄乌之间的变化已经深刻证明了生产力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我国来说,生产力是绝对的优势,我国是生产大国,是制造业强国,是伴随着生产,迅速在世界上占据一定地位的国家。 可以说我们最拿手的就是通过生产谋求利益交换,其实在21世纪初期,我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都很悬殊,那时的西方媒体还将我们比拟为大号的伊拉克,暗地里暗指美国对付我们比对付伊拉克还简单,这点其实是准确的,因为当初的我国刚刚入市, 对外贸易也才刚刚走到正道上来,军事实力和如今相比,更是相差将近三代,当时的空军水平甚至只能和顶尖大国几十年前相比,海军方面更是不用多说,完全不够看的,但是如今呢,随着我国和国际社会接轨,制造业成为我国如今的先进工具,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单纯的武装力量,我国已经超越了美国,并且是对方的两倍,达到了恐怖的二百多万,而在火炮这个特殊的领域,我国更是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在数量上已经超越了美国,并且同样达到了对方的两倍,不仅如此, 我国在火箭军的造诣上,已经完全超越美国本土生产的东风系列辐射范围,可以直接扩大到太平洋,其中就包括美军在亚洲所布置的所有军事基地,但我们同样不能小觑这位世界霸主,不论如何,其军事底蕴之雄厚,仍然不是我国可以与之媲美的, 因为无论是作战坦克,翼或者是飞机和驱逐舰,虽然两者的数量差距已经并不大了,但我们永远没有赶上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同样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航母数量,达到了足足十一艘,而我国仍然只生产了三艘航母,即便美国这十一艘航母中有将近一半的都是上世纪生产的老古董,其作战能力上已经打了半舌的折扣,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 其数量上仍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威慑,况且在潜艇这方面,美国所有的潜艇都是核动力潜艇,因为在维持以自身为主中心的世界霸主格局,就一定需要海军有的足够的远洋能力,这点即便我国的潜艇数量超越了对方,但仍然不能对其放松警惕,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于妄自菲薄, 因为现代战争并不只是纸面上实力的对比,而是在于各方面各领域相互联合合作之后产生的效果对冲,因为我们都明白,现代战争之中,空军所产生的掩护侵袭作用,是维持路面部队和海上部队生存,以及攻击的最佳保障,同时也是深入敌方大后方进行精准打击的关键, 就目前来看,我国和美国在顶尖空军战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只在数量上相差了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并非不能跨越,虽然航空工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我国来说也没有太好的方法。 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先进飞机,但随着我国去海军中心化战略的出现,以及不断转移空军领域的研发,中国也在逐渐提升战机的产能,并且对过往的歼20以及歼16的生产线也在进行优化和升级,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的战机数量也一定可以超越美国。 而对于中国最关键的是,中国的造船业规模和质量,远远超越美国,在去年的7月份,外媒就报道了中国的造舰能力是美国的230多倍,这就足够看到中国在海军发展场的强大潜能。 不仅如此,我国的驱逐舰,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技术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现在世界上最顶尖的水平,而随着未来十年的发展, 中国海军驱逐舰的数量也会得到提高,虽然说近年来中国新式战舰下饺子般投产,052D、054、055大区新型航母不断服役,但建设百年海军并不是空口号。 和探索磨合了多年的美国海军相比,中国海军在很多领域还存在短板,比如,远洋海战能力就是当下中国海军最大的缺陷, 虽然说我们拥有了三航母阵容,但航母作战能力的形成依然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期, 与此同时,美国拥有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为远洋作战提供了便利, 再加上体系完善,数量众多的各类辅助类舰艇,美国海军才真正具备全球作战能力。 当然,在认识到差距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尽管美国海军依然是世界第一, 但造船业衰退,战舰老化,人员军事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反观我国,造船业稳居世界首位,海军发展蒸蒸日上在战舰研发应用的很多细节领域。 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加以时日,超越美国海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总体来说,现阶段中国军事实力依然整体弱于美国,结合中美博弈来看,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两大优势做好针对性防御。 其一,美国军力分散,同时兼顾欧洲和亚太,我们只要集中力量,聚焦西太平洋。 其二,美国持续去工业化,军事发展潜力不足,我们则可以充分依托全球第一的工业能力和强大的战争潜力逐步不好短板, 拉短差距,真正做到打铁自身硬。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中美实力差距扩大的一些客观原因。 此时,我们要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问题和挑战, 如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较低,贫富差距较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 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完善的经济体系和科技创新能力, 这也是其保持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美实力差距的扩大并不完全是中国实力的提升所致。 也与美国自身的优势和发展历程有关,中美实力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既与中国GDP被严重低估有关。 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密切相关,对于美国来说, 这种差距的扩大引发了一系列的焦虑,涉及到经济、军事、科技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方面。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中美实力差距扩大的一些客观原因, 毕竟,中美实力差距的扩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以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视角来看待。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